防弹少年团超吸金!去年捞924亿吓死人! BTS人气火爆!2017吸金924亿含环! To Pick Hit Entertainment提供!2018年3月22日! 南韩夯团防弹少年团,BTS,公司Beats Hit娱乐金! 22日公布2017年审查报告,经见他们光是去年就赚近924亿含环! 约台币27亿元,营业利润为325亿含环,约台币9.6亿元,当期净利润为246亿含环,约台币7.2亿元。 比起去年同期,销售额增长162.3%,营业利润为213.5%,净利润也增加172.7%,资产为612亿含环,约台币17亿元,资本则是405含环,约台币10亿元。 是自2005年创设以来最高的捞金纪录。 他们自推出新专辑《Love Yourself》成。 而后,便进行2017《BTS Live Trilogy》 Episode I Buy The Winds Tour世界巡回演唱会,共前近40个国家,吸引55万名观众支持。 而去年10月台湾场次,两场1万张门票也瞬间妙杀,赚近8500台币。 荣登去年韩星放台吸金冠军。 BTS表示,防弹少年团2017年在国内外的成功为公司带来漂亮的财务成绩,是2005年创设以来最高的业绩与成长率,不单是外形变大,销售多元化也有致性地成长。 BTS去年转进924亿韩环。 图Maver,2018年3月22日。 其实BTS,2013年初到位马上尝到走红滋味,直到花养年华。PTE主打歌,I need you,问世后才瞬间爆红,不过去年9月。 Log Yourself 成。Furr发行后,事业如日中天,不但销售149万张惊人佳记,更受邀美国参加全美音乐奖AMF盛典,世纪5后第二组受邀的南韩艺人,人气横扫欧美地区。 而成员 Jake Hope 也在本月推出个人 Mix Tape Hope World,发布短短15天就攻占美国告示台 Billboard 200 第38 名,直接刷新韩国 Solo 艺人记录。 人气不容小觑。 此外,去年日本巡回台阿潘滴滴滴已在台发行。